梅威瑟和网红拳手杰克保罗两人间的恩怨由来已久 早在两年前梅威瑟与杰克保罗的哥哥罗根保罗比赛前 杰克曾在新闻发布会上抢走了梅威瑟的帽子 正是此事让梅威瑟十分的生气 最近一段时间 杰克保罗遭遇了拳击生涯首场失利 败给了泰森副理的弟弟汤米副理 而梅威瑟则继续在一场表演赛中 轻松战胜了英国选手查尔玛斯 不过这场比赛并不被大多数全米买账 现场门票销售情况并不理想 本周三在曼阿密热货队比赛的场外 杰克保罗和梅威瑟碰面了 据现场视频流传出来的视频 能看出梅威瑟带了数十人围堵杰克保罗 而保罗则一反常态 并不像在网络上那么强硬 背下的脚底抹油直接开溜 随后杰克保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视频 试图澄清此事 我想首先我对你说了什么 弗洛伊德 之前我拿了你的帽 此你还在为此生气吗 然后你就带了50个伙计围堵我 不过据TMZ的报道 杰克保罗和梅威瑟 在周三晚上的冲突与帽子事件 以及保罗对梅威瑟的其他评论无关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TMZ 杰克过分了 这不是为了抢帽子 而是关于杰克对梅威瑟的评论 关于梅威瑟去世的家人 和其他的不正当行为 在社交媒体上 杰克保罗叫证了梅威瑟 要来一场真正的拳击比赛 梅威瑟如果你想一对一 没问题 但我不傻 好吗 我不需要证明 我的强硬 我不是一个傻瓜 我不会待在那里和50个男人打架 梅威瑟曾和他的团队多次拜访我们 想要打表演赛 现在他围堵了我 那么让我们在擂台上来一场真正的比赛 不要用表演赛去糊弄全民 梅威瑟与杰克保罗之间的故事又要开始了 两人的恩怨终究需要一个了断 不过最好像杰克说的